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2024年白宫竞选活动中 副总统候选人选择对各州继任规则的影响 哈里斯和特朗普已经选定了一些潜在的竞选搭档 这让我们不得不关注这些竞争者家乡州的继任规则 从宾夕法尼亚州的乔什、夏皮罗 到俄亥俄州的JD、范斯 还有北卡罗莱纳州的罗伊、库珀 肯塔基州的安迪、贝西尔 以及亚利桑那州的马克、凯利 每个州都有自己独特的继任过程和政治动态 这些规则将如何影响2024年的选举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哈里斯竞选副总统搭档各州的继任规则 皆是政治博弈背后的谜底 随着2024年白宫竞选活动的轰轰烈烈展开 各州的州长和参议员成为了副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 这不仅在政治圈内引起了高度关注 也让人们对这些竞争者家乡州的继任规则产生了浓厚兴趣 每个州都有其独特的规则来决定当选官员离职后的替代者 这些规则在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考虑他的竞选搭档时变得格外重要 宾夕法尼亚州夏皮罗的继任者 在宾夕法尼亚州如果州长乔什夏皮罗被选为副总统候选人 他可以在竞选期间继续担任州长 然而如果他竞选成功 夏皮罗将需要在2025年1月20日的就职日辞去州长职务 根据宾夕法尼亚州的宪法 民主党副州长奥斯汀 戴维斯将接替他完成剩余的四年任期 直至2027年1月 戴维斯现年34岁 将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州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首位黑人州长 他已经是全国最年轻的副州长 也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首位黑人副州长 这种年轻与多样性的组合 将会给宾夕法尼亚州带来新的政治气象 俄亥俄州 范斯的继任挑战 如果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竞选搭档 俄亥俄州参议员JD 范斯当选副总统 共和党州长迈克 德瓦恩将负责任命范斯的继任者 德瓦恩的任命将从就职日开始 一直持续到2026年12月15日 2026年11月将举行特别选举 以填补范斯六年任期的最后两年 德瓦恩表示 他将选择一个能够为俄亥俄州努力工作 并且有能力在2026年竞选并获胜的人 这为他提供了一个 缓解俄亥俄州共和党政治阶梯顶端瓶颈的机会 副州长乔恩·休斯特德 和司法部常代夫约斯特已经在为2026年州长初选做准备 而另外三名现任共和党全州官员也在考虑他们的未来 北卡罗莱纳州库珀的交接复杂性 北卡罗莱纳州州长罗伊 库珀的面临着一个独特的挑战 因为州宪法限制他连任两个四年任期 他必须在1月离开限制 如果库珀被卡玛拉·哈里斯选为竞选搭档 宪法规定当州长不在州内期间 副州长应担任代理州长 现任副州长是共和党人马克·罗宾逊 他正在与民主党司法部常乔什·斯坦竞选州长 西卡罗莱纳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里斯·库珀 与州长无关 表示这一条款的实际政策影响有限 即便罗宾逊在竞选的最后几周内实施他喜欢的政策选择 州长库珀回来后也可以撤销 因此这条款更像是一个有趣的法律琢磨 而非实质性的政策变革 肯塔基州·贝希尔的接班人之谜 民主党州长安迪·贝希尔 在共和党占优的肯塔基州赢得了第二个任期 提升了他的全国形象 如果贝希尔辞去州长职务 成为副总统 民主党副州长贾奎林·科尔曼将接替他 科尔曼需要完成他的任期 该任期将于2027年底结束 并可以在当年的选举中竞选完整任期 然而肯塔基州政治圈对科尔曼 是否有能力任命副州长继任者存在争议 肯塔基大学法学教授约书亚A道格拉斯表示 这是一个未解之谜 因为肯塔基州宪法没有具体说明这个问题 今年春天 共和党立法者通过了一项措施 要求通过特别选举填补空缺的美国参议院席位 推翻了贝希尔的否决 这进一步复杂了继任问题 亚利桑那州凯利的继任挑战 作为可能的民主党副总统竞争者 参议员马克 凯利对亚利桑那州的候选人替换过程并不陌生 如果这位前宇航员被选为副总统 民主党亚利桑那州州长凯特霍布斯将不得不任命一位与凯利同党的继任者 该人将任直至2026年的特别选举 以填补凯利任期的最后两年 亚利桑那州的政治场景充满变数 2018年共和党州长道格 杜西任命共和党众议员马莎 麦克萨利接替已故参议员约翰 麦凯恩席位 但麦克萨利在2020年的特别选举中被凯利击败 这显示了亚利桑那州政治格局的剧烈波动 总之 在这些州 副总统竞争者的继任规则 揭示了美国政治体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每个州都有其独特的规则和挑战 这些规则和挑战 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为关注的焦点 也将深刻影响2024年白宫竞选活动的走向 报告贡献者 这篇报道由多位美联社记者共同努力完成 包括布鲁斯 施赖纳 加里 蒂·罗伯逊 马克 莱维 朱利 卡尔 史密斯 和乔纳森 J.库珀 他们的贡献为这篇报道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和深刻的洞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如果副总统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 且需辞去县职 各州有不同的继任规则 以下是一些有副总统竞争者的州的规则 宾夕法尼亚州 如果州长乔什 夏皮罗当选副总统 他需在2025年1月20日前辞去州长职务 根据宪法 副州长奥斯汀戴维斯将被任命为州长 完成夏皮罗的剩余任期至2027年1月 戴维斯将成为全国和宾夕法尼亚州 最年轻的州长和首位黑人州长 新的州长将在2026年选出 尔亥俄州 如果参议员J.D.范斯当选副总统 共和党州长迈克·德瓦恩 将任命范斯的继任者 任期至2026年12月15日 2026年11月将举行特别选举 以填补范斯6年任期的最后两年 这可能缓解俄亥俄州共和党政治阶梯的竞争压力 北卡罗来纳州 州长罗伊库珀若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宪法规定他在州外期间 副州长马克·罗宾逊将担任代理州长 该条款可能在库珀竞选期间造成一定影响 但公共政策上不会有重大变化 因为库珀可以撤销罗宾逊不喜欢的行政命令 肯塔基州 如果州长安迪·贝希尔当选副总统 副州长贾奎林·科尔曼将接替他完成任期 至2027年底 科尔曼是否能任命副州长 仍是未解之谜 2023年 肯塔基州通过了一项允许通过特别选举 填补参议院空缺的法律 取消了州长在填补空缺中的角色 亚利桑那州 如果参议员马克·凯利当选副总统 州长凯特·霍布斯将任命一位与凯利同党的继任者 任期至2026年的特别选举 凯利因2020年赢得特别选举 成为参议员 并在2022年再次当选 这些规则在不同州的表现方式各异 但通常涉及副州长或州长的任命和特别选举 以确保政府权力的平稳过渡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朋友 首先我们要明白副总统的选择 对大选结果和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 副总统不仅是总统的得力帮手 也是未来的潜在总统继任者 比如哈里斯考虑选择乔什·夏皮罗 这样可以吸引更多年轻选民和非洲裔选民的支持 哦 楚天书 你这么说是觉得选个副总统就能一键双雕吗 选副总统是没这么简单的 比如说JD范斯成了副总统候选人后 而害俄州的政治平衡就可能被打破 德瓦恩的任命他的继任者 这种政治操作只会让选民更加困惑 当然啦 谢琪琪 但正是因为这些变动 选择副总统候选人才更显得至关重要 冰系法尼亚州的例子很有代表性 选择乔什·夏皮罗可以让民主党在该州延续影响力 这也能有效防止州内政治巨变 保障政策连续性 这不就是政治精妙之处吗 哈哈 你这个说法很精妙 但现实是像北卡罗莱纳州这样的情况 只要州长罗伊酷破一出州 副州长马克·罗宾逊就可以上任代理州长 这可是个笑话 说不定库珀刚到机场 罗宾逊就已经在州长办公室里筛选新办公桌了 这些规则根本就是漏洞百出 谢琪琪 你说的有点夸张了 这些继任规则存在正是因为需要政治稳定 肯塔基州的例子也很具体发信 副州长贾奎林·科尔曼的继任可以让州政府保持运作 这些安排并非漏洞 而是保障政治稳定的必要措施 有道理 楚天书 但你知道亚利桑那州的情况吧 马克·凯利一旦成了副总统候选人 州长凯特·霍布斯的任命新参议员 这种政治操作只会让选民觉得政客们在玩政治接力赛 选民要的是稳定和透明 而不是这种政治骚操作 Jason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各位观众老爷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启动 2024年白宫竞选活动的副总统候选人们 这些副总统竞争者可不是只有出台政策这么简单 他们的家乡州也会因为他们的动向而鸡飞狗跳 每个州的继任规则各有不同 今天就让我们来八卦一下这些潜在副总统候选人背后的故事 首先登场的是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 假如他被卡马拉、哈里斯选择为竞选搭档 那么宾夕法尼亚州就要提前迎来新的州长 这位新的州长名叫奥斯丁·戴维斯 他可是全国最年轻的州长 还是该州首位黑人州长 这个故事怎么听都有点像电影情节 对吧? 年轻、有干劲 还有突破历史的光环 看来夏皮罗要是真当选了副总统 那宾夕法尼亚州的政治格局也会来个大翻盘 我们接下来看看俄亥俄州的情况 如果范斯成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并当选 那么州长德瓦恩就要负责任命他的继任者 这可是个不小的机会 因为俄亥俄州一堆共和党大佬都在等着上位 这简直像是一场政治音乐与游戏 谁能坐上那把椅子还得看德瓦恩怎么操盘 说到这里 不得不感叹 政坛真是一个充满惊喜和变数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到美丽的北卡罗来纳州 这里的州长罗伊 库珀也是哈里斯的潜在搭档之一 不过如果库珀在外竞选 副州长马克 罗宾逊可就有机会暂时掌管州政 这位共和党副州长不仅会趁机实施一些自己喜欢的政策 还可能影响到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格局 虽然说现代交通和通讯手段让这种危机感小了一些 但这样的政治游戏也让局外人看得津津有味 然后我们来到肯塔基州 如果州长安迪被希尔成为副总统 那么副州长贾奎林 科尔曼将接替他的位置 不过这还没完 肯塔基州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角力 还牵涉到了法律上的争议 副州长能不能任命自己的副州长 这可是一个未解之谜 连法律教授都感到头疼 这真是一场政治与法律的无间道 让人不禁想看到底这出戏会怎么收场 最后我们来到阳光灿烂的亚利桑那州 马克 凯利 这位参议员曾经是宇航员 现在又可能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如果他当选了 那么州长霍布斯就要任命一位民主党的继任者来填补他的席位 这里的故事也不简单 之前的特别选举可是热闹非凡 凯利上演了一场惊天逆转 击败了共和党的对手 看来 亚利桑那州的政坛似乎永远不缺戏剧性 总的来说 各州的副总统候选人继任规则五花八门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潜在的政治波动 这些竞选搭档的选择不仅影响到全国大局 也让他们的家乡州面临一场不小的政治变革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这些精彩的政治戏码如何上演吧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